米兰全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30分,2018-19赛季一甲联赛第四轮,AC米兰将佐克胜埃利亚球场挑战卡比亚里。 在上轮一甲联赛中,AC米兰主场2比伊利克罗马,赢来赛季首胜,不过对伊光英来说略为遗憾的是,上场打入一粒精彩的单刀进球,被裁判示意愿为在先无效。 此次对政派利亚里,伊光英能否赢来自己在米兰的一甲首例进球,米兰又能否如远取的连胜吗? 详细名单,门想,A多纳鲁玛,G多纳鲁玛,雷纳侯埃,阿巴特,卡拉布里亚,卡尔达拉,拉克索尔特,穆萨基奥,罗德里格斯,罗马尼奥利,萨帕特中场, 阿卡约克,贝尔托拉奇,比格利亚,伯纳文图拉,凯西,毛利前锋,伯利尼,恰尔汉奥鲁,加斯蒂列霍,苏索,萨德如,Tagot伊光英比赛看点,伊光英期盘攻入出次球,本轮联赛,将是伊光英登陆一甲以来第八次对政卡利亚里。 纵观过去去场伊光英对政卡利亚里的数据表现,伊光英能为球队贡献六球移住,并带队对政卡利亚里导致五胜而平的不败战绩。 换句话说,卡利亚里也算伊光英在一甲里,比较喜欢碰爆的对手,不知此次面对卡利亚里,伊光英是否会为米兰有所贡献呢? 米兰三大骑兵叛出彩,从国家队赛时归来后,离卡多罗德里格兹受到肌肉疲惫的困扰,他的位置可能被拉克索尔特取代,乌拉圭国家能否一举上位? 此外,在过去两周国家队比赛期间,在米兰队内对抗赛里,新元巴卡约科出这4-3-3的边路后腰,卡斯蒂列或能打左右边风,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。 他们能否获得出场机会? 米兰谁来出任第三中锋? 米兰有欧元杯任务,未来三周也是7场比赛,偏偏库克罗内不合时宜的受伤,像红黑军中锋位置,存在无人可替的南棋,毕竟指望伊光英三周打满棋战这是抢人所难。 那么谁来出任第三中锋? 不理你,又或者搜索卡斯蒂列或等人来客串,这也是一个重要看点。 比赛竞猜,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,跳转到微博参与竞猜,第一位开队半场胜负与全场比赛的球迷,获得米兰手环一个,竞猜截止时间为美场比赛开始之前。 比赛图竞猜,点击右下角队市场上。 点击右下角队。